龚慈欣、蒋祖曼、朱敏翰、 鄭俊宏、朱神麗等一眾演員 這日出席台興劇輕功的宣傳活動 引來大批粉絲到場支持 一眾演員大玩遊戲 Fred更即場演唱劇集主題曲 在剛剛播出的第二集 講述功慈欣在黎耀祥懷中離世 這一幕非常催淚 整合不少觀眾 就連開工的Joeman 都要忙女偷閒收睇這場戲 之前Dubring的時候 有裝過媽媽過身的那一場戲 在天台上那一場 那一場戲我就這樣看的時候 已經是不行了 我不可以看著了 因為會爆哭 所以我昨天一定要追 但昨天你開廠 你怕不怕 你拍另外的故事也會爆 幸好有半個小時休息 我馬上就去化妝間看 雖然宮姐的角色 在第二集已經過身 不過她就透露 還會有出場機會 真的很好 那場戲很好對手 還有一場戲是結尾的 大家來看 那場戲也是很好 那場戲是自己的 我是用聲音的 但那場戲我自配自己 忍不住 自配音已經忍不住 真的很好 但剛才我聽到台上說 有另外一個形式會出現 真的 我會透露一下 其實是我之前的替身 這個替身是很像我的 當然也是很傾慕那場戲 那場戲 就在外國回來 就會發生了一些事情 加入了 我自己很期待 因為我在現場看的時候 公仔很厲害 他把兩個角色做到 完全性格不同 所以我都很期待 出來的時候 效果是怎樣 身材飾爆的豬仔 這次在劇中 都離不開脫衫表演機 還要是在豬豬開工 第一天拍攝 其實公司監製很疼她 沒有放在劇尾才拍這場戲 那天 還有我第一天開工 之後就是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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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和豬豬拍的第一場戲 就是沒有穿衣 是啊 就是想怎樣 然後其實真正的合作 就是這次這樣 有對手戲 那我就 哇 她要脫衫 然後她就躲在一邊 不出聲 不吃東西 哇 這個演員這麼難接觸 這個 怕了絕民行 難道他做火鍋 對 就是我們在這裡吃東西的時候 你又不理會 不吃不吃不吃 好像很酷 人家要脫衫 當然不吃 原來就是因為緊張 脫衫 讓我看到 不要緊 全港觀眾都會看到 我想不只是全港 全世界都會看到 Fred這首新歌 一改Rock爆曲風 走溫馨路線 年半歲的兒子 Asha都很喜歡 不說不知 原來Asha 也很有音樂細胞 昨晚也是 對著她唱 錄音之前 我也是 對著她唱 因為我在自己的房間 可能 那時候好像太太不在家 我就抱她 入房間 練歌 也有傳授 傳了一些音樂細胞給她 我覺得有 因為她對結他聲很敏感 她聽到我彈結他 她眼睛又大了 她現在會跟著我唱歌 好嗎 好 好 好